好,各位朋友,我們今天來教這個Trickquery UI 這是一個套裝軟體,網路上很熱門,現在也是主流 它有一個功能叫什麼,Dialog Box對話框 什麼意思呢,來,我們把它reload一遍看看 有這個東西跳出來了,這個東西我們就常常看到了 有時候你網頁一進去,跳一個東西出來 你一進去就自動跳出來 我們當然下面還有很多種功能,我們先來做這個東西 怎麼把它做出來,一進去就跳出一個對話框 可以提醒你要這樣或那樣,按了就不見了 就是所謂自動跳出來的對話框 基本上是自動跳出來的對話框,就會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再reload一遍,運作的原理是怎麼樣呢? 它很簡單,一打開就會跳出來對不對 那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呢?這個首先呢,我們要做一個DIV 真的啊,這裡其實是一個什麼?這裡其實是一個DIV 這裡其實是一個DIV,老樣子 這個DIV呢,你的寬度要把它設好 寬度要設好,然後呢,我們一打開的時候 它就把這個DIV抓進去,抓到那個什麼?對話框裡面 就跳出來了,那運作原理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DIV,寬度要設好 因為我們要用它的寬度 你要知道那個寬度嘛,這樣你設這個東西的時候 才會設的準,就會這樣子 那當然下語意法就會出來了,這樣你理解嘛 所以做一個DIV是很重要的,它基本上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好,然後再過來要理解的就是說 那這個東西既然是我們要跳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呢?你在做composer的時候呢? 老樣子,那composer我們先拉一下 按住滑鼠左鍵拉一下,按一下原始碼640 你會不會覺得很煩的? 你每次看我講這個都要講一遍 對,我要講講師你啊 我每天這樣講還是一堆同學不會啊 當老師現在 要拿諾貝爾耐心講比較容易啊 好,來 然後呢 格式 頁面標題與屬性 選擇資源編碼 UTF8確定確定啦 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 我們在做那個DIV的時候呢 按照原理呢 你應該放到 假設你的文章很長的啦 你把它放到後面做好不好 你把它放到後面做 因為它是要被抓出來的啊 你做在這個地方寫沒關係 像這種屬意要被抓出來的東西都 偷偷的放在後面做 沒什麼影響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啊 那大概就會是這樣子 好,然後我們按照規矩來 它要能夠出來 首先要有這個東西啊 我們講過了這個是Jekor的語法 這個以前你如果常常看我的 教學網站都會說1.91 1.91 1.91 我這個暑假把它升級了 1.12.4 就是這樣子啊 一樣啊 然後那個UI也升級到1.21了 全部整個都升級了啊 老樣子的那個以前的觀念都在喔 如果你在做很多互動語法當中 1.12.4 你只要一個就好 一個就好 因為我教學的緣故啦 每一次我都要你做這個 那你不用每一次都放 懂我的意思嗎 1.12.4跟1.12.1 這個套裝語法一次就好 你放很多次有時候會出問題啦 可是我教學的時候 每一次我都要教你重新做吧 它就會變成教學過程中會放很多次 不用喔 一次就好 拜託喔 這個上課講到不要講的概念 要不然你坐不出來 你會哀哀叫 複製起來老樣子 我們把它放到原始碼的 HANDHAND跟BODY中間 以前我都說BODY之後 我現在把它改成HAND跟HAND中間 都可以啦 這個這樣子比較不會當機 好 進去了啊 基本上就是 OK我們就是在這個狀況 好那再過來啦 你首先要做個DIV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首先要做個DIV 那個DIV要讓它拉出來 我們講過了齁 那個DIV最好放到後面 放到後面 因為也沒什麼重要的嘛 就是要讓它跑出來而已 我們隨便學幾個東西好不好 就這樣子啊 就這個東西 一樣 等一下 滑鼠 滑到這裡來 按住滑鼠 左肩往這邊打 有沒有 這個框框 這個框框等一下 會跳出來 寬度要記得一下210 寬度要記得一下210 基本上就會是這樣子 好 好那我們再來看啊 所以就是這個DIV嘛 有沒有看到 這個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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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個DIV 這是你的內容嘛 對不對 這是你的內容 基本上是這樣子吧 這個是DIV 寬度 寬度我們的是210 這個比較大 沒關係用我們的 但是呢 你這個DIV要給它一個什麼 ID ID 就是身份證的代碼 有沒有 ID嘛 兩倍裡面是身份證的代碼 我先用我這邊教的 你可以設自己的 你可以設自己的 但不管 點一下 沒有 這個是DIV HDML 屬性點兩下 開始找 找什麼 找ID有沒有 要給它什麼 給它身份證啊 你要給它身份證 它才會抓到這個 它才會把這個抓上去嘛 對不對 你要把它抓上去嘛 它才會知道抓這個東西嘛 這個可以自己設哦 但是又是要有英文字 跟數字 拜託英文字跟數字 你不要用中文會出問題 好 好 確定就是這樣 你也可以看這邊有沒有看到 這個DIVC有什麼 這個DIVC有身份證的 有ID的 這樣就好了 好 然後再過來呢 再過來是什麼 這個我們做完了 就不用管 這個叫驅動程式 要有這個 才能夠跑得出來 老師你知道 前面這幾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設定環境 有那個環境 有jequery這個環境 這一種互動的環境 沒有這個環境 跑都不會跑 好 但這個環境呢 可以有很多種互動的樣態 懂嗎 我們這個Dialbox 是互動樣態的其中一種而已啊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個互動樣態 懂嗎 好 複製 原始碼一樣啊 放到Hand跟Hand中間 就是剛才的後面就對了 剛才的後面啊 你跟他放上去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裡要給他一個ID 剛才我們那個DIV有身份證對不對 你那個如果設自己的 這個就要設自己的 懂我意思嗎 然後這個是什麼 身份證我們講過的ID 只能用一個嘛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老師你要做 要做第二個第三個呢 一樣子喔 再做第二個DRV 給他一個ID 同樣的 這個整個要再放一次 這樣子只能有一次行為 這樣子只能有一次行為 你要做兩個的話 你要把這個東西再把它貼進來 ID改掉 懂嗎 ID改掉懂嗎 就是這樣 寬度對不對 寬度就是這樣子 我們剛才說我們做的寬度是多少 我們做的寬度是多少 210對不對 201好 201 201 但我們講過的最好加201嘛 加加28嘛 201加208 209 209改成 28 229 230好了 我們把它改成230好不好 230就是這樣 寬度把它改成230就是這樣子 寬度把它改成230 OK 好 就回來了 儲存 確定 桌面儲存 然後把它叫出來 瀏覽 剛才跑出來有沒有 跑出來了 基本上 很簡單吧 它就是這樣子 它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講過了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喔 你再仔細看一下 你再仔細看一下 好 咦 是不是就跑出來了 它就會是跑出來了 但是有時候呢 為了 你一開始的時候 有時候 你如果沒有馬上叫出來的時候 這個DIV 是不是會在板面上出來 它是不是會在板面上出來 你如果不是一開始的叫出來 你做了這個DIV 會在板面上跑出來 很醜對不對 你也不要它跑出 它應該藏著嘛 你點的時候才叫出來嘛 所以我們要把它隱藏起來 我們要把它隱藏起來 怎麼隱藏 這個技法我教都不要教了 各位 在這個DIV的前面再加上DIV 對不對 在那個DIV的前前後後再加上一個什麼DIV 有沒有 然後把外圍那個DIV把它隱藏起來就好了嘛 那個DIV外面再加上一層DIV 然後把外面那一層隱藏起來就好 隱藏起來而已 但還在嘛 對不對 所以電腦還是可以把它叫出來 是隱藏嘛 其實隱藏了 怎麼寫 這個叫它快爛掉了 Display Now 就這樣子 Style Display Now 這樣子 就會把它隱藏起來了 就會把它隱藏起來了 隱藏起來 還是可以跑出來 只是 關於你沒有 你的設定不是一下子馬上跑出來之後 它就會看不到 不會在這個地方跑出來 就會變得很醜 這樣子知道嗎 我們基本的一個交法是這樣子在教 是這樣子在教 而且我們有講得很清楚啊 我們有講得很清楚 你看我這個地方有講得很清楚 我這個地方有跟你講有沒有 你看就是這個地方 我們在最外層加上一個 加上這個東西對不對 你看喔 我為了交出 我的互動寫得很好 你看點一下 點一下 這裡點一下 跑出來有沒有 在它的外面要加一層DIV 再加一層DIV 給它Display Now 它就會整個消掉 整個隱藏起來了 看不到是看不到那 可以抓出來 看不到很厲害 這個有互動有沒有 這個有互動 我其實寫得快十幾年 才漸漸知道怎麼去用 互動用在文本的當中 才能夠最好的創造理解效果 我真的要經驗 你要換多時間去學 什麼方法 你看我現在你有沒有覺得這樣子 就很有幫助 喔原來這個 這一塊的語法是這樣 對不對 喔原來你看 所謂說這個東西加上DIV 什麼意思呢 點一下 喔原來前前後後後加上DIV 有沒有 注意理解嘛 不要小看這個 磨了快十幾年 技術歸技術啦 技術怎麼用到文本的寫作 讓人家用到最恰當的幫助你表達你的想法 真的是要花時間來磨 我們先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